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一颗额红的褥 带着相思记得 愿赴万分黄醉去 画这个黑人心疼 我有一颗额红的 小胶领楼梯头 越苦越高放松去 送给一人收留 我有一颗额红的 小胶领楼梯头 小胶领楼梯头 越苦越高放松去 送给一人收留 准备两个兄弟打来的 杜伯妈不好 所有的卧室都不能装分剂 害人家听个电话还那么麻烦 喂 哪位啊 请问夏寒山大夫在不在 你是谁 她还在睡觉 你过两个小时再打来好不好 对不起 我姓杜 我的女儿是她的病人 请你让夏大夫听电话好吗 你等一下 你们亲热完了叫我一声啊 又晕倒了 你把我上次开给你的药先给她吃 好 我等一下来看 爸 你违背了诺言 什么诺言 你答应过我跟妈妈 你在家的时间是我们的 不可以有病人来找你 所以你要告诉那个什么杜太太 以后不许了 听听这口气 哪像女儿啊 爸 我才不想做你女儿呢 我心理变态 什么 我心理变态 我爱上了我的爸爸 谁叫你看起来那么年轻 那么帅 你才不爱你爸爸呢 你的问题啊 出在梁家两兄弟身上 哥哥也好 弟弟也不错 你不知道选择谁 又不能两者兼得 我不跟你瞎扯了 我要去郊游吃烤肉 知秀 你看 我出那么大的力 他们还笑我 你呀 你活该呀 好了好了 你们俩去玩 这儿交给我好了 走走走 走 哎 知秀 智雯呢 我不喜欢帅溜溜的文学家 我最讨厌杜老头 我最讨厌杜老头了 杜老头 嗯 我告诉你啊 那个杜老头啊 真是糟糕透脸 他住在一间茅草屋里 有一天啊 发了好大一阵风啊 把他茅草给吹跑了 他就又哭又叫 一直追到河边上 结果茅草啊 被风吹到河对面去了 这么大的人还哭 咦 真糗 真糗 有这种事啊 你什么时候认识一个杜老头 谁认识他呀 他是唐朝人 亏你还是学文学的 连杜老头是谁你都不知道 原来你在说杜甫 那首诗的主题 不在茅草被风吹走 而是在后面那一句 我知道 我想他需要一栋大房子 把那些没家的孤魂野鬼啊 通通装进去 你干嘛等着我看啊 你是个奇怪的女孩子 为什么 看你整天嘻嘻哈哈蹦蹦跳跳的 好像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 事实上你懂得很多东西 文学诗词你什么都懂 你是在恭维我啊 你快啊 好 让开 让开 哎 哎 你们在干什么啊 比赛谁赢盘和大石头 我也要参加 那 你不要打倒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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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在找你 哦 哎 哎 女孩子不要参加摔了交没人扶你啊 我一定要参加 而且还要赢你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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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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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你要追我吗 我良知之外别人运不好 只有桃花运最好 我走到哪儿 等我女孩追我 哎呦 哎呦 哦 您知道至终是皮野马 干嘛跟他一般见识 啊 我的腿断了 知秀 我看腿一定折断了 我来检查看看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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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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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腿断了 我的肋骨也断了 我快晕倒了 出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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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我们不去跟二哥赛一赛 你会赢的 他才赢不了呢 人家已经到了目的地了 你是个魂球 我 或者赵真雅说的对 就让他去吧 你怎么知道我摔跤是假的 哼 谁说我知道 你这个是铁打的 一点连香惜玉的心情都没有 你既不是香 又不是玉 根本是个野丫头 说好听点不行 我这个人说话 从来就不好听 要听好听的 去跟志文谈 哟 好酸 我几乎以为你在跟志文吃醋 哼 希望我吃醋吗 你错了 你高估了你自己的力量 好酸 好酸 志文 你看那落日好美 像一个梦 有人说过 不论梦有多元 周围都是黑暗而无边的 谁说的 徐志摩 你太博学了 常常让人觉得在你面前很渺小 你太坦率 常常让人觉得在你面前很尴尬 为什么 好像我有些卖弄 你是在卖弄吗 是的 有一些 你知道吗 志文 你真的很可爱 你手好凉 我去请你拿件衣服 不用了 志中啊 你吹得好难听哦 说话难听 口琴吹得也难听 这就是我 懂了吧 你抱个大木根干什么 本人自有妙用 木根抱木根 志中 我惹你了吗 我让你来 来啦 大家来吃烤肉 那 媽 雨婷 對不起 我讓你操太多的心 怎麼這麼說呢? 生病是不得已的事啊 媽 您別太疼我 我真怕有一天 雨婷 你會慢慢好起來的 但是你要先對自己有信心 謝謝你 夏大夫 一定要記得吃藥 我會努力讓自己好起來的 嗯 媽 你先去客廳坐一下 我馬上就來 媽 雨婷 你不要騙我 我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了 我走了沒有關係 我也沒有爸爸 家裡誰來陪你 雨婷 不 不會的 夏大夫已經答應過我們 他會治好你 媽 你我都知道 夏大夫是個好醫生 可是 他不是上帝 你告訴我 他還能夠活多久 你不信任我 我說過我會治好他 來 我給你看些資料 我已經把雨婷歷年的病例都調出來了 檢查報告也調出來了 他從台大醫院到中心診所 看了十二家醫院 從六歲病到現在 也整整病了十二年了 他從小就跟醫院 結了不解之緣 可是沒有一家醫院能夠指出 他得的是什麼病 讓我們再來回憶一下吧 他第一次發病是在六歲 那年他突然暈倒 住院一個星期 是的 暈倒的那一天 你們母女之間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是的 那是他父親去世以後 我第一次想到在家 當時我跟他 正在討論 我結婚的問題 顯然的 這件婚事因為雨婷的生病而終止了 是 從那次以後 他就開始生病 三天兩頭的暈倒 而醫院卻查不出正確的病院 你在暗示 他的病不是在生理上的 而是在心理上的 我沒有暗示 我在明示 不 不 心理病不會使他一天比一天的衰弱 你難道看不出來 他那麼蒼白 那麼憔悴 這些都不是裝出來的 我並沒有說他是裝出來的 他是在下一世的慢性自殺 怎麼會不憔悴 不蒼白 慢性自殺 他為什麼要慢性自殺 他沒有什麼不滿足的 他並不是不滿足 而是獨佔性 他才利用你的愛心 剝奪你交男朋友的自由 你根本沒有弄清楚 他不是那種女孩 他確實善良 這是一種精神病態 他做的這一切是出於不自覺的 他並不是故意去做 而是不知不覺的去做 不是的 你這樣說 只是你根本查不出他的病原 你無能 你不是個好的醫生 你們一生都一樣 當你查不出病原的時候 你們就說他是精神病 你要去哪裡 你放心 我會治好他 原諒我 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說些什麼 怎麼沒有 我才好 他閉著你 認同 他 你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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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秀 你看 红豆都红了 是夏天了吗 这棵红豆树一到夏天豆子就红了 可是有的红豆树啊 掉到十月份才有豆子 你知道 红豆有好几种啊 有小丽孔雀豆 大丽孔雀豆 台湾红豆 还有鸡母猪 哇 你学历史的 对植物也这么懂啊 你们家都很博学嘛 那我有资格当你的小姑子了吧 什么小姑子 你这鬼丫头嘴里就没句好话 没好话吗 我倒觉得这句话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从大一开始我就告诉我自己 这个夏初蕾啊 应该是我的嫂子 好啊 原来你给我好好吃 我给你 好厌贵 哎 知秋 你喜欢你大哥还是二哥 哎 这就是我想问你的话 你怎么反而问起我来了 哼 不跟你瞎吃了 我要上课去了 哎 下课到我们家来啊 我妈包饺子给你吃 我不去 我不去 我也不吃 随你的便 反正我没课 我在这等你 你下课是不来的话我就走了 听到没有 没听到 好呀 二哥还是大哥 二哥太暴躁不稳定 当然选大哥 好 好啊 知道了 好 知道了 再见 居然说我得就不得 啊 啊 嗨 真巧 怎么正好碰到你 知秀呢 知秀 你们兄妹在搞什么鬼啊 没有搞鬼嘛 今天怎么不上班呢 工厂进机器 停工一天 哎 坐到我后边来 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 快点 我不去 哎 好了好了 哼 我招了 我知道你今天上完心理学 就没课了 我存心在等你 总心了吧 哼 上车吧 你要带我去哪里 你家吗 嗯 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划船 哎 知秀说你妈今天晚上要请我吃饺子呀 哎呀 我妈的饺子什么时候不可以吃啊 上车嘛 哎 抱紧了别摔跤了 好 好 那你可不得了 放车 我 我 有 你被我 有 数寒 大哥 願不願望望墜曲 花吹給人心痛 我有一刻的紅豆 小家鈴鐺提供 大哥 大哥 都是我不好 我弄巧成拙 如果不是我去打電話 如果要牢牢伴住他 如果 卻怎麼能怪你呢 這種事誰都無法強求 只是一場公平的競爭 至終贏了 如此而已 大哥 你真的很喜歡出雷 你沒有看到出雷跟志忠在摩托車上的樣子 他們好親熱好開心 至少如果志忠不是我的弟弟 我絕不放棄 他們倆很相配 他們都那麼調皮 那麼活潑 那麼孩子氣 是 這是今年落下來的第一顆紅豆 剛才出雷還捡起來玩呢 我從來不曉得這麼小的一顆紅豆 會長成那麼大的一顆樹 怪不得古人稱紅豆為相思子 是 紫秀 我有沒有告訴過你 今年暑假我準備到山上去寫論文 山上 嗯 幹嘛去山上寫呢 可以安心地工作 山上安靜一點 可以安心地工作 山上安靜一點 可以安心地工作 很簡單 我們在這裡 在這裡 我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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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們走 快來 快來 我們來打球 快來 這個嗎 哎,只有出雷啊,才配得上穿这件游泳衣 我最讨厌他那件游泳衣 不知道是从哪找了 哎,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去去去 哎,你真没良心 他要漂亮是为了谁 还不是为了你 为我 算了吧 他还不是爱慕虚荣 纯心引人注意 你看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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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水好不好喝 不知道怎么回事 橡皮银突然翻了 告诉你 是我弄翻的 让你喝口海水 给你点教训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像焦气花一样躺在那儿招风引蝶 你说这什么鬼话 我叫什么 像焦气花一样躺在那儿跟每个人泡面眼 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混蛋 你骂我混蛋 我警告过你 尽管你是我女朋友 也不可以骂我混蛋 你个混蛋 混蛋 你这个混蛋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了 你还敢拉他 我要好好照顺你 看你以后还敢随便钓女孩子 你这个混蛋 记住 记住 不要打呀 哎不要打 哎不要 有话好好说吗 你看清楚 是我要打架还是人家打我 那个疯子 不晓得是哪个神经病院跑出来的 人家可以打我 我不用打他 我以你的事 哎 诚 二哥 你真的发疯了你 这样 你快去把他给抱住 快去 小方 来 我给你介绍 小方 啊 这位是方医生 他在我爸医院当住院大夫 他的名字叫方号 小芳,这是我最要好的同学,叫梁智秀 你好 原来他们认识啊 是啊 我从来就没这么丢人过 出来 二哥 二哥,还不快去吹他 俊阳,你把手放开啊 你 对不起,你一定了解 我二哥,他对出来 我了解,我完全了解 不打不相识,对不对 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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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改 你说什么 你说的对 我改 给我一个机会 我改了解 这 我们以后不要再吵 不要再吵 不吵了 改天我带你去骑马 给你赔罪好吗 这匹马叫什么名字 它的名字叫安娜 你们是计时收费是不是 是啊 谈话时间算不算在那 现在开始计时 你这个人相当不尽人情 你到底是要骑马还是要谈马 让我告诉你一件事 我只是个穷小子 薪水有限 假期也只有几天 你要骑马就骑马 如果你花我钱去跟别人谈马 我不愿做这个冤大头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情调 如果你嫌我花你的钱 我一点都不嫌 我只是告诉你事实 我从来没有对任何女孩这么迁就过 你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人活 你是不是 上马吧 奇怪 你怎么不对下来让我爬上去啊 你当他是骆驼还是大象 还会给你跪下来的 还会给你跪下来的 我的妈 怎么回事啊 你太笨了 人家是第一次骑马 我不要你帮忙了 给我点面子 不要摔我啊 你是在骑马还是在表演摔跤啊 你计笑我 你心灾乐祸 你是个混蛋 我警告过你不许叫我混蛋 怎么了 马不让你骑是不是 是啊 你怎么骑那么好 谁教你的 没人教我 我自己练的 你要征服马 不能让马征服你 你骑得好极了 这匹马真漂亮 让我也来试试 别怕 你是他的主人 注意 上马的动作要快要轻 哦 好 这样子 还不错 好了 注意啊 你要招牢马将勒住他 别让他把你跌下来了 对就这样子 好极了 你很有骑马的天才啊 好了 现在可以放松马将 让他在前面慢慢的跑吧 好 好 这不错呀 好极了 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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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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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喂, 喂, 初磊啊, 你跑哪去了嘛, 志忠说你离奇失踪, 芭城跟骑马教练私奔了。 你叫志忠来听电话, 志忠, 他陪赵正雅相亲去了, 你等等啊, 有人要跟你说话。 嗨, 初磊, 志文, 你太坏了, 你怎么一走就是三个月。 你好吗? 我不好, 我一点都不好。 初磊, 初磊, 你在什么地方? 前面有家咖啡馆, 叫穆佳。 志文, 我完了, 怎么会呢? 哪有这么严重的事。 你不知道, 我真的完了, 我都快渴死了, 志忠快把我渴死了, 真的啊。 说清楚一点。 你学会抽烟了? 在山上无聊, 抽着玩的。 别管我的烟, 谈谈你为什么会渴死。 因为, 我是一条鲸鱼。 你是什么? 我告诉你吧, 我是一条鲸鱼, 需要一个海洋来供我生存。 否则我就会渴死。 而志忠, 它是个沙漠。 你能想象一条鲸鱼, 在沙漠里游泳的情况吗? 那就是我跟志忠。 不至于那么糟吧, 一定要容忍它, 爱情就需要容忍。 志忠是个粗线条的海子, 它或者缺乏温柔与体贴。 但是, 它善良, 仗义勇为, 它还有很多的优点。 如果你能去欣赏它的优点, 你就会原谅它的缺点。 出来,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呢? 有, 我一直希望我的男朋友, 是个像我爸爸那样的男人。 有个好爸爸, 不知道是你的幸运还是不幸。 你不能要求世界上每一个男人, 都像你爸爸一样, 对不对? 你爸爸是个成熟的男人, 至终还年轻。 年轻得像个孩子, 等他到了你爸爸这样的年纪, 他也会成熟的。 不会的。 为什么? 有些人活一辈子都不会成熟, 我在心理学上读到的。 他就是那种男人。 你怎么那么肯定? 看你就知道, 你只比他大几岁, 可是你比他成熟。 我敢打赌, 你在他那个年龄, 一定比他成熟。 我啊! 可是… 可是什么? 哈... 没什么。 志文 跟你谈谈 我心里舒服多了 你以后再也不要到山上去了 好不好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上山吗 写你的鬼论文呢 不 因为我要躲开你 躲开我 我怕你 怕被鲸鱼吃掉 嗯 我不要你来救我 说说看 你为什么要反对我 你是个伪君子 一定用给我看兵的机会来追求我的母亲 雨婷 是的 我是在追求你母亲 因为她是个非常可爱的女人 我不要跟你说话 我恨你 请你离开我的房间 我希望我这辈子再也不要看到你 为什么要恨我 因为我爱你母亲 欣赏你的母亲 这也错了吗 你欣赏我的母亲不是错 可是 你爱上我的母亲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你认为你的母亲不该再爱吗 你难道不知道 你根本没有资格爱我的母亲 你有太太 有孩子 你应该爱的是你的太太 不是我的母亲 住口 雨婷 不要再说了 妈 雨婷 妈 你知不知道 一个女儿的爱 不会伤害一个母亲 可是一个男人的爱 却很容易杀死一个女人 谁说一个女儿的爱 不会伤害一个母亲 你已经伤害了我 打给谁 小芳 小芳是谁 一个新的医生 我请她来代替我 以后 她就是雨婷的主治医生 你放心 她比我更好 你的意思是说 你以后不再来了吗 我必须要冷静想一想 计划向你的未来 我从没有向你要求过未来 你不欠我什么 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你还是要为她换医生吗 是的 我要为她找一个她能接受的医生 她会接受你的 给她换医生 并不表示我要离开你 小芳是个很优秀的年轻人 雨婷需要有个男人来帮助她 发现她自己是个女人 我跟志忠彻底谈过 她说她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我知道 她一定说我心胸狭窄 爱耍个性 脾气暴躁 而又蛮不讲理 你学得到真相 我们不要谈之中了 好不好 这是什么 我送你的一件礼物 是吃的还是玩的 你绝对猜不到 我猜猜看 你别猜了 打开看 记得那天在小溪边吃烤肉 伴了你一跤的那个树根 这就是那个树根 我想你从不知道 我会雕刻 那天我把树根带回家 刻了很久都不成功 后来我到了山上 这树根就跟着我到了山上 深夜里 我写论文写泪了 就把时间消磨在雕像上 昨天我看到你伤心的样子 回了家 我连夜雕好了这个雕像 我要把那个失去的你找回来 我要你知道 那欢笑狂奉的你 是多么可爱 我真想治好你的眼泪 怎么越知越多呢 你怎么了 你回过头去 干嘛要回过头去 我不用你看到我这副丑样子 这副丑 你真是一个好哥哥 好哥哥 是啊 我告诉过我爸爸 你就像一个好哥哥 会照顾我 了解我 体贴我 宠我 至终呢 他的地位跟我是平等的 对男朋友 你必须忍让 必须迁就 原来我是哥哥 他是男朋友 他的脾气好坏 他任性 他霸道 他固执 他固执 我觉得 甚至有点怕他 有个问题 我必须问你 你有没有可能弄错 弄错什么 你对哥哥跟男朋友所下的定义 你 你是说 男朋友也可以宠我 了解我 我问了一个很无聊的问题 你是说 你说清楚一点吗 别理我 我问了一个很无聊的问题 哎呀 我要去上课了 你去吧 我还要在这走走 呃 我 我留一颗红的 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 给我看什么宝贝你要藏起来 不知道它还在 一颗红豆 谁送你的 没人送我 我捡到的 你捡到的 你捡到一颗红豆就当宝贝 我告诉你 我们学校就有一颗红豆树 红豆在台湾根本就不稀奇 是不稀奇 有时候你随意捡到一样东西 说不定一辈子都摆脱不了 你在说什么 我不懂 我没要你懂 我非走不可了 改天你再告诉我这个故事 什么故事 一颗红豆 我知道一定有一个故事 你骗不了我 改天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先不让我去看 ach 有时候让我去看 我先吃了 你爱你 你爱你 那东西 多吃点啊 这是你伯母为你做的 谢谢 大哥 你不要看表了 至终跟初雷啊 一定是去赶玩场电影 你是知道的吗 他们疯起来 就没有时间观念的 小方 不知道你的口味随便乱做 你要有不爱吃的就别吃 用不着客气 伯母啊 我这个人呢 天上飞的东西我不吃飞机 路上跑的东西我不吃汽车 水里游的东西我不是轮船 其他的东西我都吃 这个人啊 是不可救药了 爸 你要原谅他 他贫嘴成习惯了 放心 他不贫嘴啊 也骗不到我的女儿了 爸爸 放开我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进来 你给我进来 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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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智忠 你做什么 二哥 你怎么永远都像凶神恶杀死的 你看 你把人家手背都弄伤了 我告诉你 我伺候这位大小姐已经伺候的不耐烦了 二哥 你不要对我凶 我今天到了十八辈子没碰了 你这位贵同学 智忠 你要讲理一点 讲理 好 我来讲给你们大家听听 我们去看电影 他小姐不看武侠片 不看功夫片 不看恐怖片 不看灾难片 他认定了要看文艺片 我在街上吼了他一句 他就眼泪汪汪起来了 你就陪他看看文艺片 又会怎么样吧 陪他 为什么我要放弃我的兴趣来陪他呢 我就偏要看恐怖片 他小姐就跟我腻上了 整场电影用说明书盖在脸上聚看 电影演到一半 他小姐说要走 我说如果你敢走 咱们俩就算吹了 这可不得了 这么一说 他就给我在电影院里稀里哗啦哭了上来 初雷 初雷 你不要走嘛 我妈给你留了吃的 我二哥 她是个疯子 待会我让她给你赔罪 赔罪 我给她赔罪 休想 我还要她给我赔罪呢 你 志重 你简直是蛮不讲理 莫名其妙 我怎么不讲理 我怎么莫名其妙 她要耍小姐脾气 我就该鞠躬坐一赔小心吗 哼 我可不是这种男人 如果他要找一条哈巴狗当男朋友的话 就该到什么爱犬之家去选 不像话 这混球越说也不像话 哎呀哎 伯父 志重 你就少说一句吧 不是我说你 对女孩子们就该让着点 让 为什么我该让 再让下去我还有男子气吗 你们都听过经过情形 你们频频离开 是她错了 还是我错 当然是你错了 我怎么错了 她不看恐怖电影 你为什么要勉强她 如果她害怕不敢看 她也得跟着你受罪吗 只因为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 她就得在你身边当小奴隶 我看你才需要到爱犬之家去找一个 哭哭哭 就会哭 这他妈倒了没 志重 刚认识她的时候 看她嘻嘻哈哈挺上路的 谁知道是个泪坛子 早知道她这么爱哭的话 志重 你要反省一下 你怎么会把人家弄成这个样子 你也太跋扈太自私了 好好好 都是我的错 她还没有信梁家的信 就爬到我头上来了 你放心 我再没出信 也不会信你家的信 你说的 你什么意思 如果你要分手 分手就分手 我再也不要理你 再也不要见你 哎哎 初雷 你走 初雷 初雷 你走 妈 让她走 志重 二哥 我要去给病人看病 你陪我去 我们一块去 初雷 别理他 妈 初雷还没有吃东西呢 哎呦 我都忘了 我去煮碗面去 伯母 不用了 我要回去 哎 初雷 初雷 你不要急着走 妈 来来来 坐下 坐下 初雷 你跟二哥生气没关系 总得给妈留点面子 志重 啊 来了 哎 你不要走 等我回来啊 大哥 哎 哎 哎 爸 嗯 志外 以爱问爱为初雷 哎 对 哎 哎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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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是我弟弟的女朋友 如果你是我女朋友 我不会让你掉一滴眼泪 小姐 梁家少爷来了 你告诉他 我不在家 是 何必呢 至终得罪了你 并不是我们梁家每个人都得罪了你 是你啊 我不知道是你啊 你以为我是至终让你失望啊 胡说 你明知道我跟至终绝交了 如果是他我才不会让他进来呢 我烦死了 你陪我聊聊好不好 出来啊 别那么小心眼 哎 怎么回事 摔跤了 我让你帮 sobie车 给他车了 不是 跟人打架 嗯 跟谁 志众 你们为我打架吗 是的 他不肯 什么原因 我叫他来跟你道歉 他不肯 谁让你找他来道歉 谁让你多管闲事 我跟他的事根本用不着你热心 周文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周文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我心情太坏了 我乱发脾气 周文 我好需要你 我好需要你 你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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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 你想把自己闷死 你不要走 你不要生我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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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惊一人之风 来... 我喝一颗红灯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安慰我 可怜我 还是替志忠来吻我 什么话 我带志忠吻你 我是志忠代替平吗 那么我道歉 我错了 我是情不自禁 我并不是要占你便宜 更不想趁虚而入 你如果觉得我卑鄙 我道歉 你道歉 你道歉 你什么意思 我不该吻你 不该吻一个爱我弟弟的女孩子 滚出去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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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你的兄弟两个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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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恨你 我恨你 你 我恨你 放水去 花水給黑人 心頭紅 我有一顆的紅豆 小叫琳瑙啼頭 願富月光放手去 送給一人生流 我有一顆的紅豆 帶著拾起萬象 願富月影先去 我有一顆的紅豆 帶著拾起萬象 我有一顆的紅豆 帶著拾起萬象 自己一人之間 我有一顆的紅豆 我一顆的紅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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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打算這樣不了了之 我承認初磊是個很可愛的女孩子 當初她又會笑又會鬧 確實吸引我 可是等我跟她進入情況之後 她整個變了 變得愛哭又會生氣 這叫我怎麼受得了 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沒有想過她變得愛哭 愛生氣 都是因為你太把握 太任性的關係 可能是 可是我就是這個吊吊 她如果不喜歡 當初就不該跟我好 我想我不是她要的典型 她需要一個溫柔多情的男人 像你 我把她讓給你吧 她是玩具嗎 隨你讓來讓去 你敢說你不愛她 你敢說你不要她 我是愛她 我是要她 但是她選擇了你 這是她的不幸 也是我們三個人的不幸 你這個混蛋 玩弄感情不負責任 你把人家一個快快樂的女孩子 折磨成個小卡 哎呦好了好了 你使她失去自信 失去自尊 算了算了 少給我亂加罪名 我告訴你 我跟她一開始就錯了 為什麼一定要繼續錯下去 我已經決定了 決定跟她分手 是的 我需要的女孩不是她這種 她個性太降 不適合我 我需要一個溫柔的像水 能崇拜我 能依賴我 能把我當神一樣來摩拜的女孩 做你的大頭夢 你下輩子也找不到 誰說的 雨婷就是對我言聽計從了 她柔得像水 美得像畫 順從的像隻波斯貓 你這才說了真心話 原來你變了心了 怪不到你不要初蕾 你有了新的女朋友 所以你跟初蕾吵架 你是故意跟她吵架 少閒口喷人的 我認識雨婷是在和初蕾吵架之後的事 你不要把因果關係顛三倒四 去你的因果關係 你這無情無義的混蛋 你這不負責任的混蛋 你這玩弄感情的混蛋 你這混蛋 直鐘 你打我 你 我去找我 你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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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大哥打架呢? 这算怎么回事吗? 一个月打两次架, 小时候兄弟俩轻轻热热的, 长大了怎么变成仇人了? 为了一个女孩子打架, 你能不觉得羞耻吗? 爸, 我们不是在抢女孩子, 我们在让女孩子。 爸, 妈, 你们去睡吧。 是我不好, 我昏了头了。 我, 你去睡吧。 那裏, 你疯了心是一大。 你疯了心! 哈哈, 你赶紧你父亲, 我生不得。 我曾这样ings, 我误咯。 嗯, 我虚仰啊。 我虚仰是一一次的同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女相似为谁 只是默默等你 如今灯前相聚 一对人啊 二如鱼 满腹 欢乐为谁 只愿者 李宗盛 那是不同的 是吗 夏伯伯 我给你介绍 这是梁志忠 他是 不用介绍 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很多年了 是的 他是小方医生的朋友 你当然可能认识他 雨婷 志忠 海山 你们都过来吃点点心 尝尝我做的手艺如何 夏伯伯 没想到你也认识雨婷 原来你跟杜阿姨是老朋友 你认识雨婷有多久了 我们认识有多久了 一个月零十一天 才认识一个多月 现在年轻人 什么都快 开始的快 结束的快 变化也快 我们不是要看电影吗 再不做就来不及了 好 我们走吧 别回来太晚 妈 有夏伯伯陪你 我晚一点回来比较好 走 你瞧 他说变就变了 自从梁志忠闯进来以后 他不昏倒了 不生病了 不但会说笑话 而且又唱歌了 怎么 有什么不对的吗 你知道梁志忠是谁吗 是小芳的朋友 在家电机工厂做事 我一直以为 她可能是我的女婿 我现在才知道 出雷为什么变得又瘦又苍白 原来是这小子变了心 我非要去跟志忠好好谈谈 不 韩申 你不要去责备她 求你别破坏她们 雨婷需要朋友 需要爱情 这都是你说的 现在她好不容易有了 你就给她吧 你有没有替出雷想想 下来 霍远 霍述 你不是 没什么 您真的不尝尝我 去美国一家大学教中文 那家大学在两年前就派人到台湾来找人 他教授推荐他 他不肯去 但是今年他忽然改变了主意 决定去当助教了呀 他的个性并不适合出国 他太清和 太失忆 太热情 太文雅 出了国 他会吃苦 他会很寂寞 他是那样的才气纵横 不行不行 志秀 你要劝他三思而后行啊 初雷 那你自己去跟他说好了 大哥 初雷 初雷 我并不是存心要偷听你们谈话 志秀说你今天考完了 要我来这儿跟你辞行 辞行 难道你马上就要走了吗 是的 下个月二号的飞机 怎么这样子 说走就走 一下子 大家都散了 留我 什么 留我 只要你说一句话 要我留下来 我就不走 你这话什么意思 留 为你留 走 为你走 来我走 我不想在校园里哭 我必须弄清楚你的意思 你要明白 你没有义务替志忠还债 不要再把我跟志忠扯在一起 这是你必须要弄清楚的一件事 谢谢你刚才在校园里 对志秀说的那几句话 如果没有那些话 我再也没有勇气对你表白我自己 以为你心里从来没有想到过我 怎么会呢 我一直那样想你 关心你 我一直把你当成哥哥一样的 不是哥哥 哥哥不能爱你 哥哥不能娶你 哥哥不能跟你共度一生 所以绝不是哥哥 以后再也别说我是你哥哥 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 我知道 我在做一件早就该做的事 我在请求你嫁给我 怎么我在等你的答复 你用的我心慌意乱 我 我好想说过 我不要信你家的心 那是你对志忠说的话 这也是我要弄清楚的 如果你心里念念不忘的是志忠 我绝不勉强你 想想清楚 我是志文 不是志忠 你有没有爱过我 我虽然向你求婚 但是我不想代替志忠 你明白吗 可是 志忠会笑死我的 我还是嫁了他哥哥 不行不行 我以后怎么面对他 你心里边只有他 不是 不是 我都被搞糊涂了 这一切太突然 太快了 我要想想清楚 我要想想清楚 给我时间 我必须要考虑清楚 出来 如果我是志忠 你就不考虑了 如果我是志忠 你就求之不得了 是吗 我要把失去的你 找回来 我要你知道 那欢笑的你是多么迷人 多么可爱 如果你是我的女朋友 我不会让你掉一滴眼泪 老天 我简直是白痴 我简直是白痴 志文 我是初雷 我打电话给你 我打电话给你 为了说三个字 留下来 志文 志文 你在听吗 你说话呀 我 我在听 你什么意思 我好像听见你刚才说 留下来 你不可以去美国 你不可以离开 我想了一整夜 你非留下来不可 为我 你肯当面对我说这些话吗 因为我不太相信电话 说不定是串来线 说不定是接线人弄错了 说不定 傻瓜 谢你半小时你得赶来 别爱门铃 不要吵醒了爸爸妈妈 我会在大门口等你 好 你以为我不知道 阳明山青山路403号 我知道的清清楚楚 我都认了 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 可是你一直没告诉我 你需要的 是一个淫荡的女人做你的太太 念平 你一定要用淫荡这两个字吗 你不知道什么叫女性的温柔 你知不知道每个男人都需要这份温柔 有时候男人就像个任性的孩子 他们需要人去迁就 去崇拜 去依赖 我并不是要责备你 也不是在推卸责任 我只是告诉你事实 沐上之所以能够抓住 你能够抓住我 雨婷之所以能从初磊手里抢走梁志中 都是同一原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雨婷是谁 和初磊又有什么关系 雨婷就是杜母商的女儿 她是个可怜兮兮的女孩子 既没有初磊漂亮又没有初磊活泼 而且她是个精神病患者 但是她轻轻松松的就打败了初磊 抢走了志中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因为她柔顺 因为她充满了女性的温柔 我一直很崇拜 你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偶像 你 你不要欺负妈妈 你不要逼妈妈 我要去找他们 我要看看他们怎么充满女性的温柔 我要看看我们母女是败在什么人的手里 初磊 你怎么了 你也帮他们瞒我吗 你也知道雨婷是谁吗 雨婷 你说志中的雨婷 杜家的雨婷 原来你也知道 初磊 你要干什么 我要去找他们 我要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女性的温柔 初磊 大哥 你们怎么来了 好 你就是雨婷 你就是充满女性温柔的雨婷 我 你冲着我来的是吗 我们不要闹到人家家里来 我们出去谈 我冲着你来 你少冲没 我今天不是来找你 我来找雨婷 我要来见识见识 雨婷 出来 出来 让我看看你浑身有多少女性的细胞 初磊 你就是寒山的女儿是吗 先不要激动 有话慢慢讲 你是谁 你是谁 也能直呼我父亲的名字 我 我姓杜 我是雨婷的母亲 你是雨婷的母亲 你为什么不说你是我爸爸的情妇 你为什么不说你勾引有父之父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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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妈 初磊 初磊 你疯了 你怎么这样胡言烂语没有疯度 梁志忠 你有疯度 你周三慕斯见乙思见 雨婷 你尽管抓牢她 我敢跟你打赌 你维持不到三天 他就会移情别恋 你少儿这条玻璃剑 不要因为我把你选来到这发疯 梁志忠 你不要欺人太甚 你把我甩了 你弄清楚 你 你少说两句 初磊 我们走吧 初磊 你何必在这找气兽呢 你难道不明白 无论你说什么都不能改变已经造成的事实 初磊 你想想看 你这样做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 只会让别人觉得你没有疯度 走 你也认为我没有疯度了是不是 你后悔追求我了是不是 你也发现我没有女性的温柔了是不是 初磊 你把事情弄清楚 别这样缠家不亲嘛 她根本就是个缠家不亲的疯丫头 大哥 你还不把她拉出去 我是疯丫头 梁志忠 躲在你后面才是疯丫头 你去问我爸爸 她得的是什么病 精神病 她有精神分裂症 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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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个垫子给我 初磊 我们走吧 你不是有很多话要跟我说吗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真嫖嫩 真可怜 真动人 简直像十八世纪的女孩 初磊 你就发发慈悲吧 发发慈悲 老虎吃了人叫啃上的骨头发慈悲 你勾引我的父亲 拆散了我的家庭 居然还叫我发发慈悲 住口 出来 尔珊 你总算敢来 你怕我吃了他吗 爸爸 你怎么没有教过我怎么晕倒 怎么往男人怀里扑 初磊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怎么那么没有规矩 没有教养 我没有教养吗 爸爸 你有没有弄错 我的毛病是出在我的教养太好了 你一直教我怎么做个淑女 因此是我保不住我的男朋友 爸爸 你应该教我怎么做个当父 免得我在结婚22年之后又失去了我的丈夫 爸爸 不要再说了 你会吃亏的 我们走 你也对我用武力吗 你也帮着他们 妈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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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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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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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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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希望我没闯更大的祸 我爱你 爸爸 初雷 你累了 该休息了 还是 让他睡吧 爸爸 我只问你一件事 只问是不是出国了 他没有出国 你该睡觉咯 那你就帮我把他找来 我有好多话跟他说 你不可以讲话 你需要休息 我知道你们都骗我 他走了 他出国了 他跟我生气了 他不要见我 不是的 初雷 志文没有跟你生气 他爱你爱得发疯 他不会跟你生气的 他不能来看你 那是因为他太爱你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 他会为你称作 我不懂 我不懂 妈 我不懂 如果他爱我 他会生不来 你打电话给他 我不骄傲 我不任性 我也没有自尊 我要见他 妈 我要见他 韩山 好吧 那我告诉你 记得你跳水的那一天吗 你刚跳下去 志文也跟着跳下去了 他呢 死了 是吗 我被救活了 他严死了 是吗 不 不是这样 吉留把他冲的岸边 当时有一架工作中的挖土机 那挖土机的铁爪 正好对他的身子 他把他冲的岸边 挖了下去 是这样死的 他没有死 只是 他残废了 毁了容 更严重一些 他现在是一具活尸 怎么讲 什么叫活尸 他不能行动 他没有思想 他没有感觉 他什么叫活尸 什么能力都没有 可是你会治好他 是不是 我真不敢说 初雷 我真的不敢说 他现在哪儿 医院吗 他爸爸把他接回家去了 初雷 你干什么 我要去看他 我有好多话跟他说 初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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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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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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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文,我弄錯了,我從頭到尾就弄錯了 志文,經過這場大病,我才徹底了解 原來我愛的一直是你 原諒我,原諒我,原諒我,原諒我的無知,原諒我的糊塗 原諒我,原諒我,原諒我 你總不會忘了,你向我求過婚吧 我今天來,就是要肯定地告訴你,我答應嫁給你 志文,你必須要娶我 你不要以為你這個樣子就可以擺脫我 我要嫁給你,嫁給你,嫁給你 我要嫁給你 你怎麼可以這樣躺著,毫無表情地對著我 難道你聽不見我的話 真感覺不到我的存在嗎 如果你一輩子不肯醒來,我也決定一輩子守在你身邊 聽著,志文,你聽清楚 今天你父親在這兒,你同情在這兒 志忠志秀他們也在這兒,他們都幫你聽著 我今生今世跟定你 我今生今世跟定你 你醒來,我是你 你不醒,我是你 你活著,我是你 你死了,我也是你的 你聽到了沒有 志文 再也沒有力量,可以把我從你身邊拉開 我跟定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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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文 我跟定你了 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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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到沒有 志文 你聽到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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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文 聽到沒有 滋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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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潼! 他听到了 他听到了 谁说他听不到 谁说他听不到 他听到了 谁说他听不到 谁说他听不到 小文 爸爸 小文 你手里拿什么东西 志文 当心 小文抓什么东西都往嘴里放 我帮你去找妈妈 我帮你去找妈妈 悄悄是走 这一颗小小红豆 带来的梦境如秋 你手里放在梦境 来... 你一颗小红豆 一颗小红豆 有两颗小红豆 有四颗小红豆 有四颗小红豆 有四颗小指 怕轻轻落下 有个人悄悄逝走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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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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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